学佛修心的目标 一 学佛修心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有答案 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具体说 修到什么程度才能往生极乐 怎样的修法才能往生极乐 如果没修那么好 会怎么样 很多人 可能就不能解答了 实际上 往生极乐是个非常崇高的目标 所以 也就不是那么容易修得到 用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来讲 人在过世的时候 都要经过一个考核 去地府 地狱也好 上升天界也好 往生极乐也好 都要过一场考评 学佛修心 学佛修心 就像我们准备考大学 往生极乐 就像要考进世界顶级大学 哈佛或牛津 就大多数人而言 这个难度系练 这个难度系数太高 比较现实的目标是国内名牌大学 国家普通大学和审会大学 也就是天界 阿修罗道 即人界 所以我们学佛修心 就要心想着最高标准 眼睛盯着现实的目标 天界 天界上得越高 留在天界的时间就越长 越接近人界 下来的可能性就越高 因此 我们每人都要力争上勇 人为什么多在人界以下轮回 究竟天界或地府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 实际上 人间就是各界的一个缩影 自己周围所有人的生活 综合起来 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大藏经 有的人身居高位 呼风唤雨 有的春风得意 一帆风顺 像生活在天上 有的人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看重的不是结果 而是过程 阿修罗道的点心风格 而大多数人关心的 是柴米油盐 没有大喜大悲 普通人的生活 还有人病痛缠身 立即磨难 或又惨欲天灾人祸 一副地狱惨象 所以不言而喻 天界才是我们的目标 既然人间的生活 如同考大学 那考试的内容就要统一 也就并不意味着 人人都有资格坐在考场里 我们在准备的过程中 就要知道什么资格 可以参加上天界的考试 考评的内容是什么 在说明这点之前 我们先要明白 人之所以在人界 人之所以在人界 是什么羁绊着我们 由于往生今世的所作所为 每个人灵魂上都有孽障 都有福报 区别仅仅在于多少而已 每个孽障 每个福报 自他形成之刻起 一端连着你自己 另一端连着圆 形象的讲 孽障发出的是黑死 产生的是阻力 连着的是你所欠债之人 也就是债主 福报则是白死 产生的是助力 来自欠你的人 这就是业力 孽障或福报越大 私就越粗 相应的阻力或助力 也就是越大 在未出生时 于这张网连着的父母 就开始还债 出生后连着的是兄弟姐妹 亲朋好友 上学后又加上同学老师 然后就是朋友 夫妻子女 工作同事等等 逐一的还债或讨债 这张网就是沉思之网 沉网 我们人的灵魂 就束缚在这个沉网的中央 受着沉缘的牵制 它左右着前进的方向 从而造成了一个人命运的高低起伏 我们每天都在这生命的时时刻刻 制造着或接收着新的缘分 缘由兴起 身口意是孽障的源头 动一个坏念头 干一件坏事 骂一次人 都产生了新的孽障 也就把身上的网编织得更密 当一份孽障 未成熟的时候 它会压迫你的神经 阻碍你的运程 腐蚀你的机体 使你谋求不顺 身体不健康 作为债务的利息和提醒 每当孽障成熟 债务到期时 债主会通过突发病变或事故 或其他形形色色的方式讨要 一旦还清 那么这份孽缘就消掉了 一份沉缘就了了 同样 善缘也是缘 别人欠你的债 一样要还清才行 否则你的沉缘断不了 不同的是 孽缘通常在三世内清算 但善缘 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福分 是在下一世内基本清完的 一个人四十五岁以前 就是享受着 他潜意识的善缘带来的福分 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以后 就开始享受今生行善的福报了 所以一般来说 善缘在陈王中的羁绊力量 不是很强 主要的羁绊都来自孽缘 这也就是 为什么我们应把小孽障 放在守卫 当成首要任务来转 只要缘未了 那么这份牵扯就摆脱不掉 就不能得到解脱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 陈缘未了一说 既然未了 就还要转世 重新再投胎 如果一个人 任凭着这张网摆布 不知道如何斩断陈死 那么累世中 还了旧债惹心债 越积越多 最后只能在陈世中沉浮 随波逐流 饱受命运之苦 这就是 为什么很多人之所以 在人间地府 甚至地狱 这个小圈子里转 不能进入天界的原因 因为陈网上的每一根丝 就是一份因果 遵循着因果定律 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斩断它 所以靠别人的帮助 想脱离陈网 是不可能的 佛法深刻地揭示了 因果定律的运行法则 揭示了 自主地消掉 孽缘 摆脱陈网的 不二法门 所以 佛法教给我们 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 从陈网中 摆脱出来的方法 因果定律 不单只是 有因必有果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一份因果 只能以 另一份因果去改变 正是因为这第二点 只要我们 学佛修心 依教奉行 佛菩萨 以无比的慈悲 将这 作为一份因果 记作我们的功德 来消掉 灭障的因果 从这点来说 佛法无边 普度众生 真实不虚 怎样才能上天界 学佛首先 要学的 就是如何 斩断沉思 如何 还清旧债 如何避免 欠下心债 从前面的白化佛法 大家已能认识到 还债 就是台掌 常说的 消虐账 赴天心的虐源 只能靠 修心修行 那么怎样才能 不惹新的善缘呢 难道我们不能 做善事吗 这就涉及到 善事和功德的区别 当我们在菩萨面前 发心 行善之后 善行会计为功德 因为你已经得到了 回报 功德 而且 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心中并不期望 得到回报 因为你的心 是清静的 所以 你也就 不会结成 这个善缘 也就 没有沉思 不同的法门 尽管 消虐账的方式不同 但原理 是一样的 无论修 来生法 还是修 台长所传的 今生法 都是以功德 来消虐账 区别在于 台长教的法 是先还债 甚至于 债 没到期 就先还上 很多人以为 只有顿入空门 才能 斩断沉思 实际上 光是剃度 并不改变什么 所有的孽缘 都还存在 只是顿入空门之人 守戒律 勤修行 积功德 才能逐渐地 以功德 消虐缘 从而摆脱陈王 关键 还在功德 顿入空门的不同在于 从迈入空门之刻起 如果能守戒律 将不再惹尘埃 他原来的陈王上 不会再生新的陈思 通过学佛修行 还了陈债 了断陈缘 我们就取得了 参加考试的资格 可以参加不同层次天界的 接收考试 根据考试的结果 进入不同的天界 为了考出好成绩 我们要了解 考题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 功德和境界 这也是佛法 救度众生的 一个重要方面 揭示了考试内容 并教导我们 如何准备考试 每个人都要参加 这种考试 仅层次高低而已 不闻佛法之人 对考题和所要面临的考试 一无所知 也没有一点准备 所以才叫可怜之人 功德是修行的结果 境界是修心的成绩 修行和修心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相辅相成 修行是修心的手段 反过来 通过修行的过程 得到更多的感悟 又进一步提高了 新的境界 修心是修行的根本 发心是修行的起点 新的境界提高了 发的心愿也就更大 又可以提高修行的质量 举个特殊例子 如果一个人因为机缘巧合 做了大功德 救了一传人的命 他的福报会很大 但因为没有修心 脾气暴躁 为人贪婪 所以他还是不能上天界 功德和境界是考核的硬性指标 缺一不可 因此 佛法在围绕这两个方面 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对如何提升这两项指标 给予了大量的讲解 对形形色色的障碍 误区 击败和如何克服心魔等 做了详尽的解释 并具体指导 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 还提供了如何准备考试的方法 例如梦考 就是帮助我们确定自己修行的程度 调整修行的方向 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 缘分的羁绊也不同 有的人留恋荣华富贵 有的人只要能让他回到我身边 让我做什么都行 有的人舍不下亲情 还有的人忙于工作 忙于应酬 忙于一切自以为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有的人念经时思绪如柳絮 有的人很容易定下心 有的人修行多年 人物不通 为什么我就是这么不顺 有的人单凭念经 数十年就能往生极乐 有的人即使剃度两世 也还在人间受苦 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陈缘是不容易了断的 学佛修心也不仅仅只是念念经 做做善事 物是关键 得智慧是修功德和修心的目的 而开了智慧 而开了智慧又能更好的 迎接修心路上的新的考验 做更大的功德 1月2日 再一个优优 在开了智慧 上分别 西云 中文 在一边 自己做成功 就有一声 是